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以从客厅空间分隔成几个气场 可以挡住部分空间不好的气流 也可以通过改变气流调整自己家的财运 从而使客厅的风睡气场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中 比如说如果家里的财位正好处于过道中 则无法藏风聚气 化解的方式就是在角落处摆放一个屏风 改变气流的方向 再摆放招财术等预与比较好的装饰物 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 缓冲气场 使人健康 不同的家居环境会产生不同的风水 这些风水对家居者的影响也不一样 好的风水就能够给家居人带来事业运 招财运 健康运等等 如果客厅没有设置屏风 好的坏的气流就会直来直去 两股气流相撞 会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 如果放置了屏风 效果就不一样了 挡住了外面强势的气流 与屋内的流速相协调 室内的气场变得舒缓自然多了 室内的气流达到和谐共处 也可以使业主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身体健康 事业成功 二 屏风摆放风水 一 客厅 在客厅摆放屏风 最能体现一个家庭独特的审美品味 屏风除了可以为客厅增添 充满个性的元素 也可以用来在入口处奔隔出玄关 让空间安排更有条理 如果能够在客厅的罗汉床旁 搭配一个漂亮的守绘屏风 再配上淡雅的窗帘 放展带有木质灯罩的落地灯 成就一个慵懒惬意的午后 屏风既挡住了一些溜进来的阳光 又可以为午后的小气 竖起一道天然的屏障 简单元素便可营造出古诗词中的境界 呈现出一种无可匹敌的悠然望我之境 二 卧室 卧室屏风的摆放位置 有什么讲究 卧室的屏风 主要以以你为美风格的屏风为主 适合手绘 大花 工笔人物等细腻图案去办点衬托 屏风可以放在床边或者窗前 也可以放在面向阳台的位置 伴着扮演 具有一定的私密性 屏风和古香古色的地灯 以及曼妙的床纱 历来是一种绝配 但是要切记的是不要选择太过于笨重 深色的屏风放在卧室里 那样的话会彻底打破睡眠氛围 反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三 书房 屏风放在书房不仅可以增加书房的文化气息 还有实用的功效 选一面雅致的屏风放在书房里 可以令书房的气质更为沉静 纯粹 尤其绝妙的是 在书房中摆放一个屏风 可以辟出一块专攻休息的小空间 如果有客人来了 而你又不想被打搅 可以躲在屏风后面 摆上舒适的椅子和简单的茶几 建议寻找一方属于自己的宁静空间 四 餐厅 屏风摆放在餐厅有什么讲究 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空间使用需求 如果餐厅面积较大 可以把屏风当作分隔空间的手段 在以木制家具为主的空间里 选择绿色 淡黄色的屏风非常妥当 可以选择折叠式的屏风 它不仅可以将餐厨一分为二 又可以带来全然不同的印象 令餐厅空间完全改观 三 屏风摆放的禁忌 一 寄座后有窗 屏风有遮挡的作用 摆放在窗前 其实也合情合理一样 为什么不行呢 其实屏风毕竟是屏风 它不是窗帘 如果光线强烈还是用窗帘比较合适 毕竟屏风属后中的家居 不会时常移动 如有些时候 光线强烈 窗口光线透过屏风 室内光线楼合 但那只是片刻 其实会有更多的时候挡住了光线 是室内昏暗 也是直接挡住了窗外的景色 构成四壁空间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风水困局 极不利于人们生活 二 既顺水而坐 每一栋房子都有坐向 同样的房子附近 或者家中水道 石道等等 属水风水上 钱财最继顺水而流 屏风有名为高贵之相 古代凡尊贵者屏风内坐 所以屏风又为富贵 如果屏风顺水而坐 这表示钱财顺水而流 是失财的意思 如何看房子水的流向 大看河西 小看自家的管道 地势高低 其实现在的房子 基本附近很少河流山川的 所以一般就看水管道的流向 三 既坐背门 书房 办公室等房间 有摆放书桌的 切记屏风不可以和书桌正对面的摆 然后人和屏风又背对着门坐 虽然屏风有间隔作用 背后有屏风隔着门 人表面不算背对着门 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 首先书桌方向就不可以让人背门而坐 尽管屏风隔开比较有安全感 但是此摆放却极容易让人受到惊吓 一来屏风阻挡门外视线 二来屏风挡住了室内的那几风水 四 既坐侧对门 屏风的摆放不可以侧对门 其实门口两边的光线 已经明显和门口处的光线明暗有强烈差异 门的侧边比较昏暗 如果把屏风侧对着门 更加挡住门口带进来的光线 不过侧门边是摆放书桌 还是床都会给人一种压抑郁闷的心情 如果是书桌就工作不集中 工作效率低 如果是睡床 那么旧情不安稳 心情烦闷等等 昏暗角落自然容易影响人的生活作息 四 屏风的图案选择 一 动物图案 想要选择合适的屏风图案 从而催往家里的综合运势 那么可以有针对性的选择动物图案 要根据家中男主人生肖属相来判断 然后在其三合 六合属相中 再做挑选 尽量避开凶猛的动物 比如说老虎 蛇 这些动物身上都带有一定的凶杀之气 并不适合用于屏风的图案 可以考虑龙 龙是享日和福气的征兆 能够有效提升全家人的运势 还可以考虑牛 牛他是努力 心情努力 寓意着家人可以通过努力 不断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 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些非常温柔可爱的小动物 比如说兔子 羊 以及小狗等 都可以催往家里的气场 让家人相处起来更为和谐融洽 2.植物图案 想要选择合适的屏风图案 催往家里的综合运势 可以考虑植物图案 当然在具体选择植物的时候 可以根据家人的喜好来选择 如果想要塑进淡雅一些 那么可以选择竹子 或者是考虑一些绿植 如果想要颜色丰富多彩一些 可以考虑牡丹花 或者是其他好看的花朵 植物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而且是生生不息的 将其选择为屏风的图案 可以为整个家庭注入很多鲜活的动力 还可以选择山水植物图案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有意境 还可以提升家具舒适度 山水在风水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催望贵人园和金钱运势 从而让家人拥有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需要提醒的是 在购买屏风的时候 要提前测散好家里的相关数据 否则无论是买大了 还是买小了 放在家里都会有些不协调 三 开运物品图案 想要选择合适的屏风图案 催望家里的综合运势 可以考虑开运物品的图案 比如说葫芦就非常不错 口小腹大 可以吸纳很多好的气场 它还具有曲斜画纱的作用 可以净化家里的气场 让斜碎之舞无法停留 当然屏风上面不要只有光秃秃的葫芦 这样肯定不太美观 可以进行相应的图案点缀 还可以考虑多采用红色元素 比如说红色的枫叶 红色的花朵等 这些都可以为家里增添很多好运和福气 也能够让家人的事业 财运 感情 以及健康运势变得更为和谐顺畅 另外屏风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家人要用心去打理和维护 不要让其落灰 也不要将其损毁了 否则都会给家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购买屏风的时候 要舍得花钱 这样才能买到高品质的屏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